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Lisha 今天和大家推荐一个品牌 叫做Rehouse 这个品牌是一个小众品牌 是Baselon中国 主动联系我说想让我去试一试 他们的品牌的东西 主打的是法式优雅 然后除了一些衣服服饰之外呢 它也有一些配饰包包鞋子等等 适合的人群是 一个是喜欢法式风格的 或者优雅风的 还有一个是喜欢碎花裙 碎花系列的 像在欧美这边买一些碎花单品 其实价格挺高的 还有一个就是在意自己每一天的穿着 想要穿出不一样的感觉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去看一下 那同时我也会在下面留一个折扣码 这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选择的单品 有哪一些 六个单品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单品 黄色碎花菌 我就想今年夏天回归碎花 这个颜色的结合呢是很清淡 黄色也是淡淡的黄 绿色是豆沙绿的感觉 它的饱和度非常的低 又是白色底 所以整个看起来非常的清新 然后夏天 然后它的剪裁呢是 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旗袍 非常喜欢它的这个肩线这边稍微有 出来这么一点 这支视频有介绍过 肩膀如果是比较肉一点点的 会很适合这种袖子 旗袍的扣子设计在这边一排 然后制造出一点点褶皱的效果 很好的帮我们修饰了我们的小腹 腰腹这边收的也很好 就非常非常适合离形身形的朋友们 下摆这边它有设计一个开叉 像我们以前的那种老式旗袍都会是非常修身的 而且很崩的加入这个开叉设计呢 我们上紧下松就有一种Balance 第二条裙子我们还是碎化裙 一个浅的碎化裙子一个深的碎化裙 我也非常喜欢绿色 对我发现我好像什么颜色都挺喜欢的 这个颜色呢其实挺挑肤色来穿的 要不就白皮要不就黑皮 黄皮就不太适合 会显得很肤色会很脏 会感觉浑浊的感觉 这个设计呢跟刚刚那个有点不一样 一个绑带式的肩膀这边要多紧啊 这个都是可以调节的 后面这边有一个这种绷带的设计 下摆就是一个A-Line 最适合离形身形的 那其实苹果形身形的也能够穿 我们刚刚提到这里有的绷带的设计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无限度的拉伸的 然后这一个裙子的材质 Fabric感觉也很好 它也是两层的设计 里面有个内袋 加上它本身就是深色的嘛 不是说完全不透啊 但起码比刚刚那一条透的几率要小很多 黄 绿 蓝都集齐了 饱和度非常高的一个蓝色 很适合亚洲女生 非常显白 这条裙子跟刚刚那条绿色的 是非常相似的 那不一样的是 它这一条加了一点点荷叶边 在这个上胸这边 就有一点点小可爱的感觉 下摆加了很大的一个荷叶边 穿起来的时候呢 它有点像是花苞的形状 在腰这边会稍微瘦一点 然后在臀胯这边 它又会往外走一点点 很适合我们跳舞的时候穿 再来呢 就是像我现在这个Jackie一样的 这件上衣是Jackie Ann 这个元素我从大概两年前 就有想要进行一个尝试 一直没有找到一个适合它的下装 然后这次我在他们家呢 看到一个这种Tweed材质的skirt 可以match在一起的 不论是我这一件Tweed jacket 还是另外一件深色的 这个颜色的搭配非常neutral 很优雅 A-line 这个材质也还可以 我觉得在这个价位来说 前面呢它有小珍珠的设计 起一个装饰作用 近看就觉得说很劣质 之后穿的话 我一定会把这个珍珠给剪掉 最后呢我们还有两件上衣 一件是这个 今年其实非常流行这种蕾丝 Share 的元素 Shield 这边呢有一点 泡泡秀 碰出去的一个感觉 Chloe家的一种设计的感觉 挺百搭的 其实像我们工作的时候 里面穿一个像我这种 肉色的Tank 机装裤 平时日常的时候 换成牛仔单品也不错 还有一种搭配就是 夏天我们会经常去一些音乐节 就可以让它直接是镂空的 最后一件呢就是我们压轴的 我看图片呢它是大红色的 估计它应该是调了色 其实有点像是我头发现在这个颜色 橘红橘红的 有点像丝的材质 比我想象中的厚 它不太适合夏天穿 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个感觉的衣服 袖子这边就是一个非常蓬出来的 花脏的一个袖子 通过一排扣子收紧的一个效果 很喜欢它的这个衣服的领 鼻子这样拉到胸口这个地方 所以会很好地修饰我们脖颈这边 显得非常非常的高贵 有一种雍容华贵 我在这个视频里面搭配的是牛仔裙 它适合搭牛仔单品 但它不太适合搭浅的牛仔 两个颜色都比较深 所以平衡感也很好 那这就是以上的内容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下一次见吧 Bye